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对于篮球的整体配合 羽毛球运动更强调个人技术水平 谈起自己的羽毛球水平 好男儿们都老老实实地敲了比 羽毛球以前也有打过 但是打得不是很好 我有问过好多人都也跟我差不多水平 所以我就不怕 不是很怕 我是一个超业余选手 虽然诸位都交了笔 但是丑媳妇终究得见公佛 接下来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 对阵双方是由KIMI和李一峰组成的调风组合 迎战小包子和金宝组成的波波组合 比赛一开始 小包子显得状态极佳 以一挡二 打得KIMI和李一峰 有亏技甲 狼一队不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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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比不过别人 也不能动手啊 这可是有为皮育道的精神 李一峰我不知道你脾气啊 我不知道你脾气真的 换我绝对忍不了了 真的 比赛继续 调风组合的这一微热行动 竟然把上线年幼的警宝和小包子给吓坏了 波波组合的失误越来越多 比赛也被调风组合慢慢的赶上来了 等当多伯组合越来越被动的时候 一直默默无闻的警宝终于发飙了 他用行动绕着小包子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不是一个人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不是一个人 半场结束 比分依然咬得很紧 调风组合以16比14 两分的微弱优势领先交换场地 下半场一时 凌宝和包子依旧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特别是小包子 连续几次关键性的得分 不停把李逸峰打发在了地上 更重要的是 鼓舞了本方的四季 最终波波组合以一分的优势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很没有选 大家都知道我们会有的 对 虽然比赛输了 但是调风组合的人气 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交个手 看那边的反应 对对对 你看那边的反应 他们就是我们的评价了